看到肢体新生协会会员们 残而不费自力自强 手工制作雕刻出来各式各样的小葫芦夜灯 以及可以放在桌上的大葫芦雕刻摆饰等手工艺品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总干事赵长泉 以及指导员杨素贞和身兼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张老师召集人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人都称赞不已 花起了我们全国的艺麦活动 然后将所得的话来自证给我们辖区里面的各弱势团体 那我们今天特别的话走往三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艺店还有我们的主恩 主恩还有我们的肢体新生协会整三个单位 最主要是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自益 然后同时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肢体新生协会 看了他们的手工艺真的很棒 哇超级棒的这个所堪称为大师级的作品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在现实有人力的状况下能够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乐意 尤其我们救国团长期来在我们总团部格主委的政策指导下 从事很多的公益活动 其往是我们奸血 我们对弱势团体的关心 还有公益活动等等 我都是指导的我们各期团委会 一直在落实 每个月几乎都有他们的活动的主机 对于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和市议员张耿辉的关心 肢体新生协会 也由衷感谢 关怀我们这些弱势的非常感恩 参观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做这个所工的育评 希望都是有机会帮我们推销出去 原本一行人特地到社团法人基隆市肢体新生协会 主恩儿童之家 以及伊甸等三个弱势团体和扇心机构关心 并且制证协会关怀慰问金 没想到到肢体新生协会时 被会员们制作的葫芦叶灯等精致手工艺品迷上 市议员张耿辉更是当场加码制证红包购买好几个 也承诺会员们未来有机会 也会亲自为协会会员制作的葫芦叶灯大力行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